黃茫仁,他要跟你請教的事情是有關 他打算在7月份,或者是8月份 要在文室裡面種英文各島 有什麼? 文室裡面,社室裡面要種英文各島 會不會太熱了? 目前一種東西在設施裡面要種秋葵 國立7月到8月要種 設施過了一陣 應該還可以 這個名字 目的是做什麼? 我不知道既然設施怎麼種 怎麼種這種 你的目的是要做什麼? 對 是要防止這種業產 這種有的 這個業產是怎樣? 這我就比較沒有說 很了解 不過 可以的 可以的 一般來說應該是 這個業產 應該這個時候在種 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就是說 在設施裡面在種的時候 可能就是說 呃 因為他 他的 他的溫度很高 所以你一定要 控制適當的 這個不能給他太多的 那個蛋肥的 那個量 因為這個溫度很高 溫度很高 再來就是說 因為他有這個日照的關係 你把他 把他抖起來 因為這是一個 所以呢 是不是他就比較容易 雖然你是高溫蔬菜 你還在高溫的季節來 來種這個東西 但是他在溫室裡面 可能比較容易抽管 溫度很高 但是日照 所以我們在溫室裡面 可能比較容易抽高 那麼在這種情形之下 你在溫的一個速度要快 你在溫的這個速度要快 所以 大體上呢 應該是沒有什麼 在那個季節應該是 沒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這個公共的設備過 本來就是 都是一個正常的 這個 好 所以 那麼 可以這樣 但是就是說 我們在 整治上 經濟方面措施 措施應該就是 我們正常在措施 三個組織嘛 就是說你 主委流起來 要流兩個措施 做這個三幹整治 那麼你在溫室裡面 你可能要考慮一下 這是不是太過頭蜜 因為不太刺激過 但是我想得對 是這樣 所以可能要 稍微注意一下 那另外一塊 就是說 在溫室裡面 這個激度比較高 激度比較高 你一定要注意 這個疫病 因為那疫病 他在生 發起來發得很快 所以你這個疫病 這一般來說就要 再來就是說 他說他的一個 我們在種 這個秋花 我們在栽培的時候 是不是 都會 把他加核 這種 不會讓他過度的 一個生長 這個你一定要注意 整個的修正 你一定要做好事 那不然 他到時候太慢 這個是我們管理上 因為你一個 去給他 曬他 牙蟲 什麼 在紅地圖 尤其在溫室裡面 這個紅蜘蛛會特別的 特別的 這個嚴重 至於是不是 這個夜產 比如說 他如果是夜產的一個危害 這個 一般來說 通常應該是這個 會比較好一點點 就是說 因為你有法留給他 稍微隔離 是不是 背比較不會滋味 這個有一點點效果 有一點點效果 但是 一般這個 蟻蟻 蟻蟻這種東西 通常是在 通風比較不好的時候 他就很容易來 但是蟻蟻通常是 比較低溫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 有種的一個 這個問題 來幫他量 比較涼 那個時候 比較涼 燒過的時候 那麼這個 這個蟻的感覺 他在春天那一水 剛蒸 小漲的時候 剛才蒸 蒸下去之後 他就對了 他就很容易 差不多三四個月 那裡有人在蒸 國平 這三四個月 開始蒸 開始蒸 他現在就 那個時候比較涼 他的夜產 鮮 他會去 去把他感染到 感染到 他通常就 這是這樣 二點效率 夜產 起來好像是有消長 這樣 蟻蟻蟻蟻蟻 然後 很多 很傷腦筋 在溫水裡面 你蒸的水 應該是比較白 應該是比較不會 所以 這個部分來說 可以讓我們 提前朋友 稍微知道一下 但是這也是要注意 在管理上 可能比較嚴重 我個人 我個人認為說 比較嚴重 應該是 這個疫病 你可能要注意 這個通風 那麼在管理上 要 可能要比平常 我們 我們在積 要在比較冷 稍微看 這沒辦法蒸太慢 在溫水裡面 你如果蒸太慢 那麼這個問題 就會比較大 所以就可能要小心 這在這裡 一定要 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有時候我們 溫水 溫水 解割一部分的解決問題 但是他也有可能 另外三層 另外一部分的這個問題 比如說你那些設施 那是可以 平面膜 還是什麼 還是說 因為我有看你 有這個 小番茄 這個照片 所以你 這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就是說 是一般的這個 塑膠大棚 這種 塑料大棚 這種 這種 温室 簡易的 這個 這種 也能遮余 但是 這個大概要小心 這東西 要注意到 這個大概 怕太多 這很怕 你如果是太多 這個 經濟可能就是 不可以流到四月 在外面有的人流到四月 也沒有問題 三月四月 在溫水裡面 可能連三月都很敏感 所以 一定要 要稍微注意到 一種 在管理上 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在這裡 可以讓你稍微做個參考